停使长达15个月的南投吉吉铁道支线 今天终于恢复通车了 除了安排古董级的蒸汽火车头载客之外 总统马英九也当起了一日站长 国宝级蒸汽火车缓缓开进吉吉站 马总统当起一日站长 宣告吉吉支线又活过来了 随即和行政院长吴敦义坐进老车厢 就好像走进时光隧道 一边听到来一边满头大汗 车身摇晃也没有空调 马总统不以为意 最后穿过隧道 来到睽違已久的车程站 大批民众在这里等待老火车的到来 台铁罕见出动CK101和CK124 这两部古董火车头 以重连的方式带游客造访吉吉线 原来这条吉吉线 因为隧道整修工程 整整停止十五个月 除了加强路基的一个加固以外 提高结构的安全 那另外我们在隧道里面 这个进攻也把它破关了 所以以后在非电话区间的车辆 都可以进到我们吉吉线 要往二水 往二水的在哪 要水才能跳 谢谢 往水里的不用 长长的人龙几抱车站 全都是冲着复始而来 还有火车迷和背包客沿路追火车 揪了一堵吉吉线列车的风采 我早上那早六点半就 先到二水那边买纪念票 然后再过来这边 虽然夹挂车厢 火车还是挤得满满 站去外头涌进大批人车 店家忙到手都没停过 店家说停驶期间没有火车来 观光客也流失大半 现在期望复始吸引人潮 造访沿线景点 礼拜一到礼拜五等于是都 休息的状况比较多 现在可能希望每天都是 礼拜天就是说 蛮多客人来这边游玩 从日治时期开始修建了 积极县 现在转型为中部最重要的 观光铁道 台北估计未来每年的载客量 可以提升到五十万人次 也希望带动更多的观光效应 藉由林先生 賴士杰 南投报道